如果你睡飽的話 比較不容易靜電 唉唷 對或錯 上面有道理 好巧喔 連這個你也知道睡飽的靜電 這樣可以喝一個什麼飲料 鹼性的飲料 讓身體的電解質讓它平衡 不會這麼多 類似這樣子的吧 你說靠喝飲料 就不會有靜電的體質 鹼性飲料 平衡一下 對或錯 有這種東西喔 但這個喝多了會有什麼副作用 其實我們會希望你補充一些 水分跟電解質 但是呢 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不要你喝太多糖類的東西 所以糖類東西的話 還是要稍微避開一下 翔哥 這題好難喔 噴酒精可以嗎 噴酒精對或錯 錯 酒精為什麼不行 酒精會乾燥 酒精會脫水 可是不然酒精剛噴的時候 不濕濕可以啊 他還在濕的時候我就去碰了 我沒有等他乾 我先講 我一吃我就把乾 對啊 他就看辦法 誰會噴完手機乾的去開 對不對 我會噴一噴然後擦乾 我幹嘛呢 這翔哥 我一定把它噴濕馬上去碰 對嘛 不然噴了幹嘛 醫師你可能剛剛沒有聽好 我的答案 不是...他講的意思 我聽得懂 誰會噴乾的再去開 那不是無聊的嗎 對 對不對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說 如果是濕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的 當然是酒精的標準在手上 一定是噴完之後 讓它乾了之後 才會去碰其他的東西 對 這是我們標準的SOP裡面 對嘛 我覺得沒辦法幫你 對啊 謝謝 好...我們以專家為主 對... 好... 我覺得放電 就是你可以這麼... 什麼... 跳舞 跳放電... 放電 對... 這個... 這個叫... 你要不要用眼神放電是嗎 我小孩子的放電 跳舞放電 對或錯 跳舞放電 就跳跳放電 錯 我想不到 好難喔 賴俊榮 不行了 接下來是Brian 我覺得老師應該是 去用赤腳去踩 比如說泥土地啊 這種去放電 對... 對或錯 恭喜 這才對嗎 來...加兩千 張憶民 呃... 是不是盡量少穿棉質的衣服 會吸電的那種衣服 來 棉質可以穿 哦...棉質可以穿 但是哪一種不能穿 不能講... 不能講... 因為講中間有答案 有答案 來...請講 呃...有一種那種圓釘鞋 它是塑膠的 就是... 那種... 那個什麼... 不吸鞋啦 就是那種塑膠的不吸鞋 踩在地上 它應該是比較不會經典 對或錯 好... 再增加兩千 對... 特殊才值的衣服 對... 還有兩萬二喔 請繼續 我已經有一個說法就是 因為你沒有睡飽的時候 身體會缺氧 容易導電、靜電 所以我覺得出去玩 如果你睡飽的話 比較不容易靜電 唉唷... 對或錯 也是 好笑喔 連這個你也知道 睡飽的靜電 增加兩千 好...再來 來 那... 5... 5... 3... 2... 1... 沒辦法了 好...打擦了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Battle 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喔